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穿那轮子的照片有一种魔力 看他的照片仿佛有一种引力拉着我的视线 看了一张就会看下一张 如此继续下去停不下来 他的照片没有什么构图上的范式 仿佛是一个初学者随意按动快门得到的 那些画面处于视觉的跳跃中 你无法判断他的下一张会是什么 但是每一张又有感知上的联系 其内在的秩序 说明他们绝不是出于对摄影的兴趣 而是用摄影在探索 这正是他的照片让我着迷的地方 那么穿那轮子照片的魔力从哪里来呢 是什么抓住了我的视线 又是什么触动了我的内心 从穿那轮子的照片 我发现了摄影的什么秘密呢 日本摄影艺术家穿那轮子生于1972年 他在短期大学学习期间第一次接触摄影 虽然那个两年制的学院 主要是学习绘画和平面设计 每周只有一节摄影课 但是他发现了自己真正喜爱的事情 摄影 短大毕业后 穿那轮子进入广告公司工作 继续学习摄影技术 并积累了工作经验 三年后 他成为一名自由摄影师 拍摄广告照片 也为杂志做撰稿人 除了以摄影为业 穿那轮子很早就发现了摄影和自己的连接 摄影满足了他对世界敏锐的感知 形成的好奇心 他的镜头就像他视觉的触角 不停试探着身边能够到的一切 穿那轮子似乎在摄影上 没有经历技术的实验和题材的尝试 而是直接进入到摄影的核心 从摄影中找到自己需要的 这是很多人急于在摄影上解决的问题 但是对于穿那轮子来说 这一切仿佛是自然而然发生的 到底是他选择了摄影 还是摄影选择了他 这真是个谜 穿那轮子的照片是活的 因为它是一个生命感知世界 留下的信息 他说 我拍摄照片的部分原因 是为了确认我的存在 这个影像空间的感觉 最接近我体验现实的方式 当我拍摄的时候 我试着跟随我的直觉 然后我会分析 我为什么要拍摄它 影像给了我答案 我和我的工作之间 有一种交流 一种合作 我知道这很难解释 但是这就是我的工作方式 穿那轮子拍照片 没有禁忌 没有模式 他拍一切 引起他关注的东西 他知道 这就是生命的体验 他说 各种各样的人生体验 像沙子一般 一粒粒沉淀在心底 这个过程是非常艰辛的 但这就是我们人类的宿命 所以我觉得我也应该 在我的人生中 一边像落沙一样 沉淀着自己的体验 一边将这些体验 与自己的作品 融合在一起 在我的内心 有一种矛盾的感情 即我想看的是 照片之外的东西 通过照片这种媒介 将这种感情 抽象地表现出来 让这样的矛盾 互相对立 竞争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制作作品 总是从懵懂的地方开始 然后从作品中 获得答案 完成作品 摄影是生命的体验 这也是我在自己的摄影实践中 得到的结论 因此 我能够从穿内轮子的照片中 看到生命 他拍摄时 不介意什么应该成为一张照片 也不放弃任何一个成为照片的机会 只要他的内心感受到了 就去拍 这是一种非常直接 单纯的摄影方式 但又是最接近摄影核心的方式 穿内轮子的照片 给很多人造成了错觉 似乎使用胶片相机 拍摄琐碎的日常 就能形成一个很好的作品 因此 他的模仿者很多 但是那些模仿者的照片 看上去 就是在为摄影技术而拍 在为胶片的新鲜感而拍 模仿者的照片 没有生命 这一点 不单是我从穿内轮子的 模仿者身上发现的 我发现很多人在模仿知名艺术家的作品 他可以在技术上模仿得很像 甚至可以在模仿的基础上 自创一点风格 但是他的作品看上去 仅有其形 没有其魂 当我能感知到摄影作品的生命力的时候 我发现 他让我很容易识别 什么是发自内心的作品 什么是狡猾的艳品 这和题材无关 和技巧无关 摄影是拍摄者心灵的投射 而这种投射只有在足够真诚 甚至虔诚的状态下 才能留下印记 穿内轮子的照片是最好的证明 他的照片中 都是我们熟悉的寻常事物 天上的飞鸟 地上的流水 伸手可及的物体 转身相遇的路人 这些寻常之物 在他的照片中 获得了不寻常的感染力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我们看照片的时候 是通过他的体验 再次体验了我们熟知的事物 这种体验之所以会让我们感动 是因为它原本 也是我们生命的体验 我们生命中的每一秒 都在和周遭的事物碰撞着 生命的体验让我们知道自己是活着的 不管你是否意识到它 它都会堆积在你的灵魂深处 这体验就像他说的那样 像沙子一般一粒一粒沉淀在心底 穿内轮子的照片 就是打开这个感知的镜子 他用自己的生命体验 唤醒了我们的生命体验 穿内轮子说 我想看的是照片之外的东西 这个照片之外 就是心灵体验到的东西 它能从任何事物中被触及 哪怕是胶片意外的漏光 穿内轮子的照片 似乎没有清晰的主题 但是他的照片 却以专辑的方式呈现 这种方式像极了 日本古典诗歌的形式排剧 有人说他的照片是视觉的排剧 我觉得这种比喻是恰当的 他的拍摄是由潜在的主题的 这个主题潜藏在视觉的自由里 当他的作品经过排列以后 每张照片的视觉体验 就会形成节奏 或长或短 起起伏伏 穿内轮子的照片 最适合拿在手上翻看 他在拍摄和冲洗照片的时候 已经在想象着 照片与序列方式呈现的样子 这就是一个诗人的创作状态 对现实不停的触探 那些触动变成短剧 藏于心底 直到提起笔 他们便流淌出来 汇集成涓涓的细流 摄影需要天赋吗 显然是的 那么多人拍照片 为什么只有极少的人 能把生命力注入到作品里 人们可以选择摄影 但是摄影只选择对他真诚的人 摄影作品的生命力 由此而来 好 穿内轮子的作品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 我们下次见吧 感谢观看